主席 田委员好 主委辛苦了 昨天我在这个总咨询里面 咨询我们吴院长 那谈到说 这个中科四期二龄园区的放流水 废水 有可能污染我们彰化的旧左水溪 或是云林的左水溪 会造成我们台湾的 这个食物安全的全面的问题 那当然院长也很明快 才是说要这个 再增加21亿的这个经费 把这个废水拉到这个海口去 那我昨天最后跟院长一个沟通 在非常急迫的时间 就是说无论你拉到哪里去 这里面的有毒的物资 譬如说环境荷尔蒙 你就算把它拉到外海 它最后透过食物链的累积 还是会回到我们肚子里面 那我并不是说反对 这个发展工业 我反对的是你发展经济 但是是用国人的健康做代价 来发展经济 我想主委也都同意这个事情 我绝对同意这个角度 所以我现在要谈到一个环境荷尔蒙的问题 我在想说如果我们的便当里面 有一只苍蝇或一只蟑螂 大概这个吃的人马上尖叫起来 但他便当里面有环境荷尔蒙 他可能完全不知道 根据阳明大学这个环境生物研究所的这个 毛一方教授跟陈美莲教授他们的调查 而且呢 是这个前不久的调查 他们到超市去啊 买了这个鱼 猪肉 牛肉 鸡肉 鸭肉 鸡蛋 蔬菜 米 动植物都有 25种的生鲜食物 买了超过100样的 这个100件的样品 结果发现哈 这里面哈 98%的食物 都含有哈 会破坏人类生殖系统的环境荷尔蒙 特别是人积分 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清洁剂 就我们的清洁剂里面 就会有的东西 是我们从小到大 每一个人都会接触到的东西 我现在才知道说 我的父亲啊 他是一个医生 我们从小他禁止我们家里用清洁剂 他说用撒纹度 所以清洁 为什么爱用那 那一般家里主书 觉得那就较 较好营 较好营 较清洁剂 结果错了 他的这个无毒 无色无味无秀的这个毒性 是非常恐怖的 那现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会透过食物链累积 那像我们中科 我们昨天在讨 透过这个废水排放 当然是符合这个容许量 定容许量 但是透过食物链累积 这个阳明大学的研究 他说鱼 我们的鱼 人积分的这个含量 达到这个每公克 三百九十九耐克 那这个是这个欧盟规定的 好几倍 十几二十倍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体内的这个 人积分的含量 也都是比欧洲的人还要高 那人积分环境荷尔蒙 它改变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我们人类的生殖系统的荷尔蒙 所以它导致的病变 也都跟生殖系统有关系 那特别在胎儿 尤其是baby在子宫里面 如果你的母亲体内有这个的话 它会影响你的各种的发育 这个你的这个 这个脑 甚至于不只是性别的差异 还有你的脑神经 脑组织跟中枢神经的部分的这个发育 那对成年人而言 就是男性生殖力的下降 发展 男性特征的发展的缺陷 生物腺癌的增加 那女性生殖力下降都不用讲了 乳癌的增加 子宫内膜异味 免疫系统受损 甲状腺癌 那小孩子过动而 儿童学习能力的这个影响 那个集中专心的问题都产生了 所以有人讲说 环境荷尔蒙对我们造成的是 叫做失窃 被偷窃的世代 那这个1999年 美国小儿科学院就出版了 小儿科医师 环境健康手册 要全美国的小儿科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那也将环境危害对 婴幼儿的风险列入环境影响评估 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 所以现在就是说 昨天我知道我们消保会也开了有关 环境荷尔蒙的 这个研讨会很抱歉 因为昨天环保署那边起了冲突 有种词语 就没有办法过去 不过我有送书面资料 我现在就是说要拜托主委 因为现在身为副院长 对 那个我们的至少 这个千百万行 这个环境荷尔蒙所牵涉到产品 是千百万项 至少你从一样先做起 就是说我们 没有不含环境荷尔蒙 不含那个NP人积分的 这个清洁剂 我们事实上应该标示出来 应该给他一个mark 就是绿色标章一样的这样的mark 对 类似 但是不是绿色标章 我懂 就是说他是不含环境荷尔蒙 不含NP 让大家能够 对 以道德观 以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去支持这样的产品 这个是一种资讯公布 就是我消费者 我一样花钱 那这个不一定会比较贵 但是我有所选择 也许贵个一两块 也许贵个五六块 但是这个是保平安 这个是不会伤害后代 因为环境荷尔蒙进到我们的体内 我们很难代谢 然后进到环境很难分解 所以它会世代累积 所以院长 我上次在环保署所开的有关环境荷尔蒙 我只问一句话 当然我知道欧盟有定这个所谓的容许量 我们台湾也会跟着定 问题是请问 环境荷尔蒙有所谓的容许量吗 它是会代代累积的 环境荷尔蒙是我们人类自作念 也制造出来 大自然里面 本来没有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分解 所以院长 我昨天跟院长讨论 我们国家为了发展面板产业 我们为了把这东西很便宜的卖到国外去 我们把这种东西留在我们的土地 留在我们国民的体内 用健康做代价 我只是希望院长 还有包括副院长 我知道昨天也在场 做一个国家的一个上位的思维 我们这么珍贵的水 这么珍贵的土地 可以这样子利用吗 所以我现在要拜托院长 我现在找到的资料 美国它那个环保署 在今年公布第一阶段的筛选清单 环境荷尔蒙有67项 日本也是筛选清单有67项 那我们台湾的环保署 它是针对我们现在列管的有毒物质 有毒物质里面 它这个去做这个确认 所以我们就是259种毒性化学物质中 它确认是24种具有环境荷尔蒙的特性 但是我是觉得24种跟67种 确实是差很多了 差很大 所以昨天院长在我的总质询一讲之后 环保署那边 他们这个环品委员 就列了一个比其他科学园区还要这个严谨的要求 但是呢我是觉得还是不够 所以 这个主委我想拜托一件事情 就是我看到我们的公部门 常常说人家 国政府已经做过研究 他们非得自己再做一次才愿意公布 我是觉得外国人的结构跟我们世上都一样 所以到外国去学医生 世上回来也是可以看我们台湾人 所以我是觉得既然美国跟日本政府已经公布的 我们台湾就跟着做 这个有没有很大的困难 我想先做一个检视 不是说请做一些经格的企业 检视之后 看如果实际上跟我们的差距是有限的 会非常小的 我觉得直接参考国外的一些经验就可以做了 不一定很多事情一定要完全自己来做了 这一点我很同意了 就我们很多都喜欢说人家做了 还要自己再做浪费这个相关的时间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非常非常 这个对于这个委员对国内环境荷尔蒙的管理机制的要求 我个人非常感佩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那至于说我们怎么样的快速的订定这个机制 我会来协调环保署尽快的来做成 好不好谢谢 是因为我参加过那样子的研讨会 厂商的强势让我印象超级深刻 他们不断的以厂商的生存为念 来威胁我们的公务员 就是说这个下去的话 这个联动的效果如何又如何 但是我在想 你的顾客的生命当然更应该顾了 不然以后谁来买你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是这样 欧盟已经限制清洁剂中NP的这个减出浓度 必须在0.1%以下 但是我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清洁剂 NP的浓度有0.2%甚至于21% 所以我是建议主委 我们应该立刻宣布 就是说我们的浓度既没人欧盟就做得到 为什么欧盟的人就比较高贵 我们台湾人真的就比较不怕死 对吧 那就是比较欧盟的标准 0.1%你的清洁剂 0.1%以下 那不然的话也就是不能够卖 然后呢 这个一年为限 你在钢枪里面炖的这些火 差不多一年嘛 销到差不多了嘛 但是在这一年内 我们消防会就要求 我的市面上我就要做这个标识 一年以后 上次可以禁用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有没有 既然人都有材料用 制造出没有NP的这个清洁剂 那为什么就要去做那个 有人积分的清洁剂来 好消费者用 至少 然后欺负这些不懂得去区分的消费者 谢谢 我想委员的建议 第一个我们针对于这个 没有人积分的 就是没有NP的 我们是不是先做一个清楚的标章 或者清楚的认证 让大家知道说这是最好的 这是对我们环境保护也好 对个人健康也好 很好的 第二个部分 我也非常赞成委员的一个讲法 就是说对于那种高 高造成人积分 或者高NP的这些产品 我们应该短期之内可能就要禁止 然后另外比较低的部分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定制一个 逐渐改变的一个 改善的一个机制 我们再让环保署去延伤 好不好 还有一点 署长 因为那个林口长跟一月 这个林杰良主任 他已经讲了 欧盟对河川的那个水的NP的浓度 是每公升0.33微克 每一个微克是到百万分之一克 但是台湾的河川 这个NP的浓度是超过欧盟警戒指的10到20倍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淡水鱼 包括我们的米里面都有人积分 因为我们就是这东西就是 自作你也不可活 最后还是回到我们体内我们的肚子 所以在这个方面是不是 我是说包括环保署 在那个河川水的那个 也都应该做全面流布的检验 应该全面的来做这个 不只是人积分 人积分只是很多种 其中的一环 其他的这个环境荷尔蒙 实际上都应该做相关的流布的调查 然后才有办法做风险评估 才有办法知道 他对我们婴幼儿的影响 以及对我们成人的影响 好 谢谢庭委员 谢谢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 赵丽云委员